你好,我是莉莉,今天是2021年的10月7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赵薇、董青因为同一个男人而走向事业的巅峰 又都由于这个男人而落得悲惨的结局 很多人看到这个题目之后就会发懵了 没听说赵薇和董青,背后有同一个男人呢 董青的背后从郭先生那知道 董青儿子的爸爸就是孙力军 也就是说董青背后的男人也是他的情夫是孙力军 有的人说了赵薇的老公是黄有龙 也曾是原深圳市市长许曾鸿的情人 赵薇成功的背后怎么会与董青是同一个男人呢 不要忘了赵薇的大红大紫是起于还朱格格 那绝对是穷瑶的功劳 但是呢最终能让赵薇走向事业巅峰的 是他作为女版巴菲特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的背后是资本 而资本呢是源于他跟马云的交好 马云的背后是谁呢 就是江志成孙力军 其实呢江志成作为大佬 不可能真正的给赵薇有什么亲密的往来 在床上睡几觉倒是有可能 毕竟小燕子也是一线影星 作为大佬来说睡个明星什么的太平常了 但你要说赵薇与江志成来往很多 那不太可能 但江志成下面的人比如马云孙力军 赵薇一定会与他们交往甚多 孙力军是做具体的工作 做各种项目的执行人 无论是马云也好 肖建华也好 背后没有常委级别的人是不可能做那么大的 但常委或者江家的接班人不可能整天跟他们操作具体的事情 上面的人都是说你把这件事情给我弄了 然后让下面具体的知情人跟马云等人运营 所以说赵薇能经常打交道的就是马云孙力军等 有了孙力军这层关系 再加上背后江家的势力 才能有赵薇和黄有龙在资本市场上的风生水起 赵薇成为女版巴菲特 赵薇在自己捞了不少钱财之余 也为他们洗钱 而作为央视一姐的董卿 做了那么多年春节连环晚会的主持人 就更不用说了 如果没有孙力军 他不可能去美国生孩子 然后这个坑还给他留着 回来还可以做央视一姐 他背后没有孙力军是不可能的 不可否认 董卿是有才华的 很知性的 但是在中国有才华知性的人很多 凭什么他能坐到那个位置 如果他不是孙力军的情人 又给孙力军生了一个孩子的话 董卿不可能做到那一步 孙力军睡的明星 主持人太多了 但只有董卿能做到央视一姐 说明孙力军还是很看重董卿的 虽然在他不在的时候 董卿被迫陪孟建柱 而孙力军对此也不以为然 估计孙力军心里想 你孟建柱睡了我的女人 我也睡了你的老婆 咱俩扯平了 或者对于他们那群人来说 把老婆像给上司都没什么 为了升官发财 更不说是自己 众多情妇中的一个了 因为孙力军在那照着 赵薇在资本市场混得风生水起 大转特转 达到了他事业的巅峰 因此说 赵薇发达背后的男人 也是孙力军 虽然名义上 他与孙没有任何关系 郭先生前两天也说过 赵薇黄有龙被查 就是因为孙力军 那董卿这么多年 在美国买豪宅 在央视做衣紧 更是由于孙力军的关系了 因此说 董卿与赵薇成功的背后 都是同一个男人 孙力军 但是现在 孙力军由于被习近平整肃 在中共的体制里边 作恶多端并不一定被收拾 但是战错队一定会被收拾的 因为孙力军一直是 江曾王孟派系的 各种事情的具体执行者 参与人 操刀者 所以的话呢 习近平要想在二十大之前连任 他一定要把他的政敌 江曾王孟给收拾掉 干倒之前的话 习近平一定要把他们周边的狗腿子 给收拾掉 所以这也是孙力军被抓捕的 最主要的原因 既然孙力军已经倒下了 那跟孙力军那么交好的马云 及其赵薇 王有龙 那也一定会倒下 董卿呢 作为孙的情妇 那肯定也会玩玩 从郭先生的口中 我们得知 所有被秘密关押 监紧进去的女人 几乎都不会得好 就连当时范冰冰被抓进去问讯几天 范冰冰的上头 还有王岐山呢 里边的人还删范冰冰的大嘴巴子 让他在众人面前就那么脱衣服 没有一个私密的房间去换衣服 受尽羞辱 那可想而知 赵薇和董卿进去之后 会受到什么样的折磨和羞辱了 将来他们入狱的可能性都极大 像董卿肯定会藏孙力军的一些秘密 财富什么的 那赵薇和黄有龙呢 就更不用说了 肯定是帮着孙力军之类的洗钱 资本运作 然后欺骗顾民 他俩的罪名可就大了 像我们普通人 就是希望有个孩子 有老公 虽然生活艰苦点 但是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一家子其乐融融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喜欢那种名利 地位 金钱 但是要了这么多的东西 就要忍受这些背后的苦果 广东人有句话 说得非常好 吃的咸鱼 抵得可 郭先生说过 孙力军想睡哪个女明星 就睡哪个女明星 想怎么玩 就怎么玩 那么一个男人 然后董卿还跟他 赵薇也少不了跟他睡几觉 怎么说呢 为了所谓的那种金钱 名气 地位 所以他们落得现在这个下场 也在情理之中 在美国时间的10月6号 郭先生发了个Guy 特小视频 在视频中 郭先生主要讲了 一 首先 郭先生衷心的感谢 政法界 中纪委统计局 特别是海军的 冒着风险 对爆料革命的支持 尤其是那两位女战友 虽然现在他们已在欧洲 二 共产党现在在全国 实施的高压政策 让全国基层的人 苦不堪言 没人敢说真话 全部说假话 中共一定会死在 以黑治国 以警治国上 三 海军采购 全都是首长的亲戚 家人和小三 还逼着下边配合他们作假 最后下边还得承担责任 四 公监法的人说 我们作为公安厅 马上举报 都是孟建柱查我们 若举报孟建柱 都是孙力军 周亮 王岐山查我们 我们不会友好 五 中纪委某事的人说 中纪委就是周亮 管人事 中纪委从一楼到十几楼 有一个人敢惹周亮的吗 我们举报 我们马上就会消失 这个人说 王岐山 孟建柱不出事 叫什么反腐呢 什么都是假的 谁相信啊 现在打台湾 已经箭在险上 不打能行吗 所有质疑打台湾的人 那都是要被消灭的 那是叛国罪 所以所有人都拼命的喊 就像当年的大月季一样 你母产一万斤 我就母产十万斤 六 政策史的一个河南人写报告 说即使中国停电 停一年 中国点蜡烛对西方的资源霸权 海洋霸权也要说不 要跟澳大利亚干到底 这个说法竟然得到了中南唐几个最高领导的批示 七中轮律师事务所的张学平 百分之百是孟建柱 孙力军的走狗 跟傅政华特别好 把整个中国律师界给毁了 两边吃 他跟西方那几个大的律师事务所的勾兑 美国司法部是要查到底的 他们利用合法的合作方式 偷盗美国人的信息 进行合法的腐败 北大法律系 垄断了所有北京律师大业务 这些人基本都是父孙梦的帮凶 八 太平联盟 也一个在香港的基金 以笼络欺骗犹太人为主的玩弄女人 造假文件 哄抬股市 欺骗小股东 行贿西方的各种法律机构 中国的律师界通过各种基金 互相造假账 造假审计 欺骗西方的股民 等他们被打掉的时候 才热闹呢 西方的养老基金 国家安全基金 都给这帮人给骗走了 这几天 郭先生的大直播 冠博士做了个总结 我认为很好 我就把这段话放在了这 在此谢谢冠博士 冠博士说 习近平现在自以为控制了局面 因为王青山 孟建柱 杨洁篪这些人全面被控制 但是孙力军被抓的报道 这个事件 都有人暗中给他打掩护 王岐山 孟建柱 杨洁篪这几个人 就没人暗中保护吗 更何况 还有一个地位上 和习平起平坐的 红二代 曾庆红 习又不敢装 现在军队表面听习 事实上跟着前走 也就是跟着江 曾走 金融表面上 把暴雷按下去了 实际上周亮 郭树金 就在等着关键时刻 引爆炸弹 而孟建柱 杨洁篪掌握的刀把子 和海外情报 也足以在关键时刻 对习的亲信 进行致命打击 更不用说 杨洁海外媒体的 全力配合了 所以在曾 这个总设计师的布局下 二十大前 一定是给习造成 掌控一切的假象 但是到关键时刻 军队 金融 政法 暗杀等危机 会同时爆发 而且会连带着美国 一起爆发 习不用考虑 连任的问题了 基本上能活到二十代 就不错了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